人民不要是苦于淹水之苦 这可以说是不管谁执政 都是蓝绿的共识 所以都用特别预算 而且还有好几次又在临时会当中 临时会当中只要说是哪个地方要治水 没有人会有意见 钱马上给 好了给了这么多钱之后 我真的觉得并没有对不起南部人 我是来自于南部 那我昨天才到高雄 真的是高雄那路上坑坑巴巴 计程师开了之后他啪一声 然后呢我就被震了起来 计程师自己告诉说 这还算是不错的 有些时候是还可以整个 就是到下面去 还要叫这个启动机把它拉起来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现在不要谈太遥远的事情 说实在的 一个城市的所谓的地下道排水系统 应该是所有文明城市里面 最基本的建设吧 对不起 那我们台南是摆起来 它的整个的普遍率只有六成多 那台北大概是九成多 所以你光是看这个基础建设 我们难道没有钱给你去做排水沟 没有办法 然后没有钱给你做地下基础建设吗 可是台南跟高雄的普及率 确实在六度当中是排名在后面的 连桃园 桃园过去因为是属于线下市 它变成直辖市之后 从2014 2005之后 它马上就提升到 百分之七八十 所以这次只是讲到一个基础建设 更不要说你说其他 大家花多少钱在这上面 那我必须要提出来 目前为止像前瞻的第二期 也就是还没有值钱的第二期 我们就编了220亿 是要推动有关于水跟安全 这个东西呢 就是还要包括你 除了地下水道的这个输红之外呢 还有很多钱是放在 有关于表面上的一些制水 让它更更美化的部分 台南就拿了130几亿 而且它在这个经济部的 这个所谓在撰写这个文书当中 特别提到 我们要以台南地下水道 整治成功为范例 所以要在他们表面上 给他们更多美化的一个工程 有吗 先看一下 这个是前瞻的时候 那是在我们今年四五月的时候 你看 它是拿台南制水成功的经验 那没有办法吗 我们的市长 那时候就提出来了嘛 三年之间 它解决了30年的水患嘛 大家都印象深刻 所以拿到以它为标杆 结果你看 所以一个下雨当中呢 完全就可以检视 目前为止 不要讲太多 基础的一个建设 到底是如何 你先不管数据 你先管人民的感受好了 真的管人民的感受好了 每个人都怨声载道的 而且 不管是院长 不管是总统 到了灾民的第一线 大家所要求的 都还不是什么其他 有的没有什么国土规划 那么遥远的部分 他只要求你把水抽干 所以搞了老半天 我们这些全国最高层的官员 去到居民要的 也不过是抽水机 他连抽水机调动的部分 都比过去来 就效率非常的差 以前从台北调过来 从新北调过来 这次是比较近 从台中 可是调过来之后呢 很多移动的抽水机 十台里面 有六台是坏掉 还有两台是 二十小时不断的运转 也转不到了 那为什么 大家都在想 为什么不跟台北调 因为以前都跟台北调 他们说大概不想给 柯文哲 好像欠他一个人情一样 反正总而言 就让屏东泡水泡六天 才抽水 所以说你这整个的系统 你会发现 真的是不要管那么多 到底钱花到哪里去 你光是看灾后的一些处理 就是人货 而且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 钱的确是花下去了 而且你也把话讲得 非常的满了 那你今天来告诉我 特别是有很多人告诉我 就说这些钱 其实还看中央 奇怪 中央过去如何如何 中央是在中央 合川道的时候 是由中央来负责 大部分的时候 你整个治水 都是由地方来全权负责 你总不能成局花妈在讲 说303亿高雄不在治水的时候 你不感谢中央 你就觉得自己 自己这个做得很好 那当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 中央其实还要负血 很大的责任 这是什么道理吗 成功都是你自己 然后失败都是别人家的 这就是民进党执政以来 让大家觉得 最厌烦的地方 第一个就怪国民党 第二个怪共产党 第三个就怪老天爷了 那你这样怪下来之后 我们台湾看到这个地方 治水无方 还要让这个经济次长 又来这时候 把过去历史再来比对 我们只希望你在这个 水摘完之后 你到底能够做出一些 如何振兴的方案 不是要在你过去历史 来告诉我 谁拿多谁拿少 但事实上证明 你拿得多 不管是不是有你那么多 你起码让我们感受到 你的治水 目前为止是无方的 对不管拿得多拿得少 就是钱都已经花下去 而且分下去了嘛 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执行率呢 是低到谷底 你看钱单治水 一算2,507亿 总执行率只有2.8%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连民党立委自己都受不了了 执行率也太低了吧 我就用我上礼拜 跟我助理的对话 他也是跟我一样的问题 他有这个啊 为什么我们治水 要一直这样吵啊 因为他也跟委员一样 这南部的 为什么一定都弄不好 然后刚好 我经过马路嘛 然后刚好 我就就像这样 他干嘛来挖柏油 我说就像这样 啊我懂了 我说就跟柏油一样嘛 明明可以挖10公分 然后重新铺上去 这可以动很久的 他就不故意不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柏油厂商明年还要再飙啊 下个礼拜还要再飙啊 下个月还要再飙啊 我一次弄好马路 我怎么飙啊 不可能消化预算嘛 我就跟政府谈好 大概5公分 3公分泡泡再铺上去 明年下个月再来一次 治水就是这样 所以我直接挑明了说 治水钱很好 A 很好分 就是这样 我一次把水治好 哪有钱跟这些装脚条 卡去分啊 我讲的够白了嘛 不要傻了啦 南部的民众 我讲这个节目说实在的 讲的也是白讲 因为都是大家自己 我多希望把这东西 你们传播给人家看 他们就是没得自己治水 他们也没得自己做 做一半 做一半又客气了 可能做三分鸡 四分鸡 五分鸡 剩下五分之四 慢慢来 所以就开始炒了嘛 基本合理了吧 因为我还有五分之四没有治嘛 最开始陈水扁炒 炒完之后 我们再炒嘉义 再炒云林 大家都开始炒 130 126 一开始慢慢就来了 没错吧 就是这样 那是你们的钱 那是你们的钱 千惠 我们好像念这 这个1870亿 136亿 61亿 百亿千亿耶 我们念的好轻松 你好像三分钟刚刚就把这个板念完了 你没有可能这个其实天文数字 天文数字啊 大哥大姐 你们都没有感觉啊 1870亿 你们要卖多少碗肉羹面 我告诉你 你一个肉羹面45块 你要卖几袋啊 你要卖45亿碗 你才卖得了 41亿碗 你这样子就把这钱留给他们 你要卖几碗面 你要卖几包的馒头 你要做多少的工 你要缴几次的税 你才办法做这些事 他们做一半 然后再把你的口袋钱 再放在口袋 就是这样 你们还要继续让他玩下去 我说实在的 一次性把水治好的人 有没有人去感谢过他们 我觉得这你们自己也要检讨 你有没有对他们说好 光马总统 我以为我讲的没错吧 马总统最被人家热到的 就是下水道 一次连接管 什么全部把它弄好 很基础的建设 可是 你土甲地下跌 你也看不到 现在台北市 我讲这个 大家都记者 金平也是记者 你多久没跑台北市 淹水新闻了 有吧 你还记不住 我们刚出道的时候 以前我们都固定一些点 要撒人的 以前你有跑过 被淹 你有跑过 我们是不是淹在腰 人家讲还要比 戏子我刚不知道去多少次了 我内湖 我去一次五次了 内湖 内湖多久没演了 马总统谢谢 你们有谢谢过吗 没有 拼命骂 因为看不到 但是民进党的现实里面 家义 你看这哪一个 哪一个跨年没有放烟火 哪一个 不蹦蹦蹦 弄得很漂亮 那你们看到 做这个 跟做下水道 你们要支持哪一个 没有啊 你们还是让他执政了 这就是你们的选择 你还要 你还要怪谁 怪你们自己 你们还是要把票投给这些 蹦蹦蹦的 那把下水道治好的 你们从来没有去管他们 我觉得哦 他们也有前辈 民进党也有前辈 我讲真的 虽然是骂陈水扁 但是台北 为什么不淹 就是元三子分红 我真的也要跟陈水扁 他们这些民进党的前辈 你看元三子分红 从陈水扁开始 由习坤 一定要 我就是把它做好 一边下去 变一千亿 变三百多亿 做好了 台北有没有淹过水 没了 谢谢陈水扁 我觉得你们这些徒子徒孙 还有五分之还没干 我跟你讲 千惠 这个表 我跟你保证 2020 2022 2024 你再拿出来 还是这样 真的很惨 治水钱拿了这么多 但依旧治水搞砸了 而且我们看到 这个民进党的官员 反而是大话 很会说 包括了民党民主党 洪耀福还台出嘉义经验 他说过去只要 这个嘉义灾后 做的民调 其实都是上来的 那因为这些灾民 很感念 政府有认真救灾 我的天啊 你这活在 另外一个时空 是不是 谢谢